現在聽說如果要接的話 就是 你有看過這台車嗎 你覺得你願意花多少錢擁有這台車 可以啊 你覺得可以 你覺得OK 不說不說 這個女朋友要好好把握 收藏可能也要有一點潑潑啊 比我預期的還少 那我那時候就買這個來X就好了 我還去改主機 小正哥 不是說要帶我們看布馬號嗎 對啊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啊 是啊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邊是我們在東海上圈一個好朋友的車廠 是 光紅自動車 專門服務哪一些項目 其實他都有做啦 對啊 就一些引擎啊 底盤啊 改裝的部分都有 還是我們叫比克大魔王來講 可以喔 比克大魔王要來講一下嗎 我這樣去塗到比我那麼高 來來來多高 一百九 百九的嘛 你是不是很像比克大魔王 我是天津飯 那個克林 克林 克林 克林賣照 底盤維修改裝 是 來報小正哥的名字有用嗎 還是蠻水蠻水 蠻水的 沒有啦 這是 都朋友介紹耶 這都朋友介紹 有需要的朋友呢 再來找比克大魔王 從今天開始你就叫比克 本人怎麼會這麼可愛啊 好迷你好可愛喔 對 可是我有一個好奇的地方 布馬出登場的時候 16歲 身高設定163 這敢不太小吃 你是怎麼忍布馬的身高 你就知道了 你看我多關注他 我連三位 啊不要 我們一元年輕時想要騎步馬 的摩托車 要付出多少代價 68.8萬元 那時候的接單價 是車主等了一年嘛 現在聽說如果要接的話 就是88萬元了 這就投資理財商品了 這有白的嗎 他為什麼會價格會那麼高 就是因為他就是用這個外觀 去領牌 多嗎 台灣目前正牌有21台 這個是一家泰國的那個 手工車廠他們自己做的 這是以 HONDA MONKEY的 那個125為基礎 125 對這是125 88.8萬 68.8萬 手骨不夠粗才會問這種問題 不好意思 各位B&W車友 你是否覺得原廠車機功能太單調 除了導航聽Podcast 似乎沒有什麼娛樂效果 而且因為連著手機 哥什麼時候帶我嗨 嗨你妹你誰啊 他誰 詐騙電話不要想太多 有鬼 當你在等人 或者是乘客 需要看Netflix 或是YouTube的時候 你只能夠拿起 你的手機 螢幕這麼小 音質這麼差 而且看著看著 乘客還會雲扯 我今天為大家帶來實用好物 一軒萬PLUS B&W安卓專用盒 免改機 免拆重控台 不用擔心原廠保固 只要你有USB孔 線插下去 馬上變身安卓機 安裝完畢 你就可以開心的使用 YouTube Netflix Disney Plus Google Map 當然還有寶航網 以及神盾App 試想 坐在你高級的跑車座椅 然後看九三表演 是不是很棒啊 採用高通665晶片 支援B&W ID 6789系統 該產品使用安卓13的系統 乃有支援FOTA線上更新服務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日後更新的問題 觸控螢幕一樣正常使用 還有提供你遙控器 可以讓乘客自己選擇自己想要的App 這項產品一樣有分屏功能 可提供5比5、7比3或3比7 所以你可以一邊開著導航 另外一邊供乘客使用娛樂媒體平台 除了常見的手機分享網路給車機使用外 這個專用盒有提供SIM卡的插槽 你可以直接買一個SIM卡插進去 它就變成獨立可以上網的安卓機 有經驗的朋友都應該知道 手機分享網路的時候耗電會特別快 那這個時候你又要充電 哇那手機負擔非常的重 而且萬一如果有電話來 或者是有一些訊息你需要處理的時候 有點尷尬 詐騙電話不要想太多 很多人怕收罰單 所以習慣使用神盾App 但是你必須要用手機來開啟這項功能 所以就要去買手機架 吸在前檔太陽一曬 啵 掉下來 怕你的中控台受傷 夾在手機窗口上 久了怕葉片受傷 就交給一薰萬PLUS來吧 是不是很方便 對這項產品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到他們的官網了解它的價格 以及它的保固服務 我現在帶著它 要去給車友送幸福 這台摩托車最大的識別度 就是在郵箱上面 有這個萬人膠囊公司的字樣 潛擾流罩 但是我一看呢 我就覺得這台車少了兩樣東西 兩管機槍 要改成真的是不是 好啦 麻煩你介紹一下這台車的基本的數據 單缸125CC嘛 然後氣冷引擎 然後國際無檔 應該是無檔啦 反正你就是打到 有說下面請更正 它擾流罩做成這樣 它如果基本保養要怎麼辦 它這邊有做那個開關 我們可以打開 就可以做一個簡單的維修保養 不過我比較煩惱說 這如果要換頭錢 你不知道要怎麼辦 對 整個膀子要下來 它雖然是就是 還原度很高的一台車 可是像我們這種愛改的人 還是會想動一些東西 動一些地方 我應該會把避震換掉 那OK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換高階一點的避震 輪圈換成斷照的 麻礙最實的嘛 不在哪 輪胎我會換成海德腦輪胎 為什麼指定要這一台 很厲害嗎 對它是德國信口 全世界最厲害的蘇格達輪胎 我才賣的 要逃脫公格 啊 實在是 工商一下 46號 今天騎這一台跟93PK喔 這台車到底好不好騎啊 老實說 說真的 超難騎 哈哈哈 如果不是像那種 有沒有 像我這種技術那麼好的 應該騎不好 我覺得 其實 很像仿賽 對啊 它那個旗幟也蠻像的 可是 好像有點尷尬耶 因為你要趴 尤其你又長得那麼高 你不要把他整個人趴下去 不能熄火喔 嗯 欸我這個身材也可以騎耶 不錯喔 不錯啊 可以比賽啊 可是啊 迴轉半輯好大 對它就跟重機一樣啊 對啊 仿賽嘛 哈哈哈哈 我們隨機抓了幾個路人訪談 你們猜猜看 他們願意花多少錢收藏這台車 你有看過這台車嗎 沒有啊 沒有啊 欸不認得 沒有 有 有 你知道這是什麼 非常有名 就是七龍珠裡面布馬的作詞 欸欸欸欸欸 對我剛剛看完他的尾聲 我以為想說哇 仿真度這麼高 你不要看過七龍珠嗎 沒有啦 稍微有一點印象 有一點印象了齁 裝一個箱子的話 你覺得這種車 跑外送給很嚇壞的嗎 蠻特別的 這個應該會 引起關注 西龍珠初代的時候 不馬騎的那台摩托車 欸好像有印象喔 有印象喔 對 蠻特別的 你會想要騎出去嗎 會吧 會啊 看起來是因為真的蠻特別 你覺得你願意花多少錢 擁有這台車 七八十萬吧 七八十萬 你男朋友如果花八十萬 買一台這種摩托車 可以啊 你覺得可以 你覺得OK 不錯不錯 日女朋友要好好把握 即使他不能載人也沒關係 對啊 你要騎太快就好 以女生來講 你會喜歡這種車嗎 蠻可愛的 你覺得很可愛 嗯蠻可愛的 然後你覺得 你覺得那個 他有七八十萬的駕駛 可以 因為長蠻特別的 長蠻特別的 對啊 OK好 你自己在做傢俱嘛 對 然後也有牽扯到室內設計的東西 買一台這種車 擺在你家嗎 其實這個是大家的一個夢想 抓50上下啦好不好 50上下齁 好 沒有預算問題的話 你會不會想要買一台回來收藏 可以喔 可以齁 會喜歡 好我現在告訴你他多少錢 可能要二三十喔 這台車領牌領到好 六十八萬八 太貴了啦 收藏可能也要有一點QQ喔 台灣只有21台 真的喔 然後他的定價是六十八萬八 所以你們猜的價格很接近 欸 可以了 特成交 謝謝 蠻特別的 我應該會弄一台 因為畢竟 這種車我至少在 至今在路上目前還沒看過 還沒看過 我跟你講因為他 台灣只有21台而已 這麼少 對 目前只有21台有領牌而已 然後 這台車的那個售價 是六十八點八萬 比我預期的還少 因為畢竟特殊啦 我感覺畢竟以整體的外觀上來看 其實還蠻不錯的 你原本想說 這台車應該要賣多少錢 我覺得至少應該有百 有百萬是不是 不錯 你還蠻有航行 還蠻有眼光 先接受消費者麻煩你 為了這台車 訂製一個七龍柱的家 七龍柱的家 訂製我OK 但是要先買這台車 對吧 不錯 不好意思請問一下你今年貴根 我今年三十一歲 你年輕了 可以介紹一下你自己嗎 你在做什麼 我姓布 跑步的布 這個姓應該特別的少 布金雲的布 對 布金雲的布 那我叫德偉 所以大家都會叫我杜德偉 德偉兄你好 那要脫掉嗎 先不要 先不要 對 我自己本身是從事家具產業的 是是是 那我們公司在台灣跟佛山都有公司 佛山 我要就是做家具供貨 那我們公貨都有公貨家具店 還有設計師 然後還有建設公司 跟這個酒店集團 對 那我們主要就是 在佛山那邊 可以幫客戶去實地工廠房廠 然後加強包裝裝貨櫃 甚至到台灣 我們都配送到府搬運上樓 組裝定位 甚至把這些木架垃圾都帶走 我們還有做這個 定年的主體結構收後服務 協助客戶完成他們心目中家的感覺 對我來說是一種 成就感 小鎮哥 剛剛安裝的感覺如何 它這個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 那個機器有附兩條線 一條是Type-A對Type-C 一條是 兩邊都是Type-C 然後我們 BMW的車一般都會有兩組 USB的孔 看你要接手套箱的 或是接前面的孔都可以 Type-C的線它有分 主機跟車機的部分 對對對 這個一定要分清楚 它那個頭上面會有寫 那在連線的部分 有搞得很麻煩嗎 沒有 你就是要等 第一次連線會比較久 可能要等幾分鐘的時間 然後它自己連上去之後 就OK了 剛剛有事 我們就是 把車子熄火關機 然後再重開它 一下子就連上去了 而且你也不用去設定 你就是等它自己連上去就可以了 首先 將產品與車機連結 當紅燈轉藍燈的時候 代表已經連上車機了 然後請到行動裝置那邊 連結新裝置 點選有微碼的一選裝置 點下Coplay 進行連線 這個時候會出現螢幕校對 重新啟動 稍微等個幾分鐘 它會自動連上 你可以直接從選單上 看到它的身影 點選它 就可以開啟你的安卓功能 是不是很簡單 很方便啊 它其實很快就上去 不需要什麼密碼 什麼都不需要 但是有一個東西一定要注意 BMW原廠好像都有記憶 好像四組還五組 當你發現你的機器已經亮藍燈了 結果不能連 那記得 刪掉一組 你覺得不需要的 對 馬上就可以連上了 它用那個iDrive 也可以去控制 它那個安卓的介面 是 重點是觸控螢幕 一樣可以使用 對 開BMW的車 你有時候就看一些 iDrive裡面的 車輛的資訊 什麼東西啊 就是它可以很方便 用旋鈕就可以控制 如果你不喜歡的乘客呢 在你的身邊 在那邊騎來騎去 它還有附贈 遙控器 讓乘客自己去選擇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對 而且呢 它一樣有支援原廠的 5比5分割 3比7 跟7比3 你導航 你看你的 乘客 可以看他們想要看的影音平台 對 基本上就跟安卓機一樣啦 對 你要看YouTube 還是你要看Disney Plus 還是Netflix 只要有帳號 你都可以看 這邊有一個快捷鍵 你要看 你要看的話 你要看YouTube 直接點快捷 那就進去YouTube了 那有改安卓機的朋友都知道 如果網路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用手機開網路熱點 分享給它 對 但是這個有個缺點 你的手機的網路流量呢 就會暴增 嗯沒錯 然後再來是手機會過熱 重點是你還要隨時插著充電 對 其實那手機很疲勞 它非常貼心 有提供SIM卡的孔 所以你可以直接插一張SIM卡進去 它就是一個獨立的 可上網的安卓機 對對對 很不錯呢 因為你要有安卓的功能 如果要改主機的話 可能會影響保護的問題 然後安卓機專用機又很貴 是 而且品質也不一定穩定 這樣我問你啦 對 B&W外面改一組差不多要多少隻 其實我的220有改 你說F22 對 大概3萬多塊 我這隻不用1萬塊 輕鬆搞定 你有沒有覺得來得太晚 對啊 我那時候就買這個來X就好了 我還去改主機 對齁 而且我改安卓機 我的iDry是沒辦法控制安卓介面的 你要點到原車的系統才可以用iDry 你原車的CarPlay可以 但是只要用到安卓就不行 它這台都可以 最近大家開車應該都很依賴一個APP 叫神盾 對 那這台呢它可以支援分割畫面 所以你可以一邊開著神盾 一邊開著Google Map 或者是開影音平台 你不用再另外掛一隻手機在前檔上面 對而且你直接車機下載神盾下來 你在線上也就可以直接更新神盾 以上是我們的產品體驗 詳細售價以及保固辦法 請見一選官網 支持起來 我們剛剛陸續續訪問的這些人 越年輕的 夢越大 出咬一百萬 有夢最美 但是有年紀了之後 人勿死了 就慢慢的往下降 我覺得我們今天比較可惜 就是沒有阿妹 對今天來的那個外送員 剛好都是男生 對啊 真的是要找那個年輕的KOL有沒有 他們比較能夠號召一些阿妹來拍了 這個東西會更好看 可能阿妹看到我們也都不太想接受訪問吧 太猥瑣 一天到晚想起一步 好 那今天的分享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歡迎按讚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一百萬